刚刚是黄芳燕的弟弟黄崇燕帮他报屈 那另外呢 帮霍守夜报屈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政坛的陆小荣 叫做李文中 讲霍妈妈就讲霍守夜 他的代号 绰号就是 霍老总他是比较这种 比较细心的人 所以就像个妈妈 所以就叫她霍妈妈 霍守夜的在京中的 轰品跟轰骨 是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很敬佩的 霍守夜会卖官 没有一个认识他人会相信 你愿意为他背诈 我当然愿意背诈 如果 可惜我现在不是立委 如果现在是立委 我会跟杜小龙讲一样的话 如果他有辞掉立委替他背诈 如果李文中还当立委的话 这个立委也堵下去了 如果霍守夜被起诉的话 他就辞去立委 所以他经常在辞立委 不过他刚才讲那个 其实军中来讲霍妈妈 说是霍守夜 其实指06年以前 06年以前霍妈妈是霍守夜 对 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所谓一般军中惯例 会把部长叫爸爸 简称私底下那边讲 后来霍守夜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后来是调战略顾问 被兵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复出去当参谋总长 那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有关霍家的问题 不是指霍守夜 就是霍太太这部分 就是在当战略顾问的主战时间 他的太太这边还是蛮活耀的 就是人际关系这边还蛮活耀的 那一般你大概如果进了 退伍下去当战略顾问 一般会比较淡粗了吧 但是霍家刚好是反其道而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这个霍守夜的太太 会被监听到说 跟林志同这个集团的往来 那这个是霍家自己本身上就反省的部分 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军纪问题 那这事其实蛮严重 因为我们台湾人也好 这个社会太讲究人际关系 那你这个太外缴获的话 你往往会惹霍上神 所以霍妈妈是不是霍守夜 李文中这样子背书 是不是代表霍妈妈真的没事 我听一些军人讲说 他们在逆称就是说部长是爸爸 总长是妈妈 如果按照这个他们军中的 不成文的昵称的话 那么霍妈妈有可能就是指 霍前参谋总长 他在当参谋总长的时候 对 一般他们讲的部长是爸爸 那总长是妈妈 这是他对他们的两个最高军政 跟军令的两个最高首长 一种私底下的昵称 那我觉得文中 我刚才算是好朋友 我觉得 他刚才讲的话我很难过 他真的不像我认识的李文中 我想过去文中在民进党被围剿 不是因为你的立委做不好 而是你有原则 你有原则 当然这个原则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见解 可是至少我觉得说 在某些是非上 我觉得文中兄有掌握住 那个最基本的原则 很基本的 如果不用说的事情 不用在那里挥挥挥挥挥挥 我觉得他有守住 可是问题今天我们回来看 说文中帮霍前参谋总长 做人格操守的背书 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建议说霍总长 勇敢的接受相关单位的调查 那让事实还原你的清白 不需要什么背书 很封建很封建 你为什么要帮他背书 除了你认为说你对他了解以外 那比你更了解的人 为什么没帮他背书呢 那些军中长期跟货首业的什么 同学学弟学长 为什么没有出来背书呢 不是只是说说因为有军职 有军纪的问题以外 我们也没听到一些比较 一些就怎么讲说 该拨军线的围出来 那为什么你要跑出来 我觉得不当 你这个背书反而让我做一些 不太好的联想 那同时我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刘大哥说 就是说树摊当然不需要限时限量 像二次经改 可是既然已经限时了说三个月 那我觉得限量是不必 因为你如果一旦限时又要限量的话 难免会有一点 没想到说 看着翁翁就开穿了 也会造成无辜的伤亡 可是我倒是很坚持认为说 应该要做国军将领的升迁普查 你把它当做一个正常人的 癌症的筛检一样 该做什么检查就去 没有就是一个健康体质的好宝宝 有问题的 立刻接受治疗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说 有多少数目是交出来 是说希望有一套制度 让军中人士升迁 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则上面运作 那么看李文中贝主 这个刚刚有观众朋友提到这一位 这一位如果这件事情这样就算了 那这台湾大概会缓慢缓慢的 不会进步了 讲完了就算了 大家都无所谓 其实我们看到国防部 他有国防部不处理的 三军统帅马总统也不处理的 反正金方部指挥官 挂两颗心驻守前线 然后也有兵权 算了啦 骂过就算了 不要再骂了喔 其他指挥官不要学喔 乖喔 那就算了 这叫军令吗 军绩是什么 军绩是部队的命脉啊 军绩歌不会唱啦 我觉得太离谱了 这种还在犹豫 他继续铸守金门 他不想不打算滚蛋 我泡棒完了 继续我要铸守金门 笑话 李文中还跳出来挺他啊 李文中这有内幕的 我待会在讲 有内幕 当然要内幕贡献给你了 霍水卫讲话了 他那时候专访说 霍妈妈是代号 还是我太太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那这代号你去看内闻 霍水卫是说 霍妈妈是我的代号 还是我太太 他都搞不清楚啊 那如果以霍守夜啊 干过陆军总司令 干过这个参谋总长 你们有没有人叫我霍妈妈 我都不知道 你觉得有可能吗 因为我们人都有绰号嘛 什么绰号什么 可是你敢叫总长绰号 你敢在面前叫他绰号 就是在监听英文里面 有霍老跟霍妈妈的出现嘛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讲的 都是霍守夜这个人 理论上 譬如说我跟 说到只有一个 对啦 就是我跟杨文家 就一个是钱客 一个是包商 我们说 我们现在养酒要上一个像 我们讲送给霍妈妈 他不会误会不会不会误会 我们讲霍妈妈就是谁 就是一个人啊 那如果我们两个 电话里面还讲说 诶 送给霍妈妈 还是拿给霍老 那就是两个人 那请问霍老是谁呢 难道霍老是女的 霍妈妈是男的 你会不会是霍守夜的爸爸 你现在告诉我说 谢谢你啊 霍守夜 霍老啊 就是霍妈妈是女的 才对啊 怎么会是霍妈妈是男的 难道霍老是女的吗 所以你从这个霍守夜 自己讲说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在监听义文里面 出现的霍妈妈 到底是在讲她 还是讲她老婆 那以我们警戒 在警戒这个 要走后门的话 所谓的什么 陈妈妈 不是我的妈妈 是我的太太 才叫陈妈妈 可警戒跟军戒 可能会不同 因为李文中说 大家都叫 总长叫霍妈妈 李文中 我简单讲一下 李文中 他昨天有见霍守夜 他自己讲 已经见到霍守夜 见霍守夜 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霍守夜是战略顾问而已 他昨天有见霍守夜 李文中昨天要去友台 这个录影之前 他发简讯通知媒体 不然 他多久没上电视了 你告诉我 他自己发简讯通知媒体说 我要去友台几点在那里 所以我昨天跑去友台 我要讲霍守夜的事 我昨天去友台说 看到一排汽车站在那里 因为通常一排汽车在那里 是等邱易 你知道吗 结果我一看 怎么 没有不是赌邱易 是赌李文中 那我的解读 李文中昨天是在干嘛 他在还债 在还人情债 他在还人情债 因为他长期待国防委 会可能跟霍守夜 谁什么 大家不要忘了 李文中在选立委的时候 有战略顾问去帮他站台的 纪铃脸上将 三个的 这比陆小龙再多一张三个 去帮他站台 所以他在国防部 要欠很多 国防委要欠很多人情 昨天是去还人情的 我也同意杨文嘉讲的 李文中 我们平常认识李文中 李文中根本是一面倒 他帮陆小龙讲话 帮霍守夜讲话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跟他同台 也不是一次两次 我也知道李文中 平常我也怎么样 他昨天要还债 你去还债吧 我连骂他都懒得骂他 你去还债吧 反正观众没有看在眼里 你就欠人情情 你要害人 你怎么办 不过看起来霍守夜人缘还不错 很多人来还债 陈水扁跟李文中挺霍守夜 我听都不想听都不重要 倒是陆小龙金黄部指挥官 那么重要职位来挺霍守夜 我非常不以为难 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原来在部校的时候 陆小龙还是霍守夜的部署 人家就会 观众自然就会把他经验打出来 这种基于个人 长官拉把之人站出来听 不对的 我觉得非常不妥当 这制度 我再举两个例子吧 大家熟悉的例子 麦克阿瑟 韩战发表政治语言 虽然渡过压力疆 马上一个礼拜 杜鲁门叫他退伍啊 不是解职 解职就退伍了 麦克阿瑟从此没有了 美国舆论反弹 一个礼拜就没有了 巴顿将军 第三军团 路万地登陆都会打仗 最会打仗 打到易北河办 因为美国跟俄国有个界线 易北河大家不要超过 巴顿将军自己突发奇想 他反共 我要打到莫斯科去 讲完马上掉职 他的好朋友是他长官艾森豪 马上调回国 后来他车祸死掉了 这就是一个例子 前线指挥官不允许你有个人的情绪的 不能违反制度的 这为什么呢 我要强调制度变得 文能领军的精神 居然要受到宪法制约的 就这样而已 这个礼拜金国周啊 我们做个假想的后设历史学啊 如果金国周今天就在做什么位置 他怎么处理陆小龙 我看来还军阀审判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来思考这问题 我当然不以为 怎么可能军阀审判 陆小龙违反哪一条法律 没有啊 刚刚中庆举的例子我是同意的 叫你到易北河 你要打到莫斯科你抗命啊 开玩笑 你钱包这样也可以抗命吗 当然把你调回来把冰塵拔掉 今天陆小龙 我不是说他讲这个话 是应该这样讲的 但是我觉得他讲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 要是我的个性我也这么讲 为什么呢 把去年讲的这么不堪 我今天这个两颗星星走出去 人家看到我的星星啊 都觉得那两颗是脏的 用钱买来的 我不能表示一下我的不满吗 那陆小龙他讲的是什么 军人如果干了没有名誉 没有尊严的话 宁可退伍嘛 这个话也没有错啊 这个话错在哪里 我的长官参谋总长 他如果起诉 起诉当然是违法 如果他是卖官 我觉得连我的这种 参谋总长的人都会卖官 郡中黑成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就算我很清白 我也没有荣誉 我没有尊严啊 我退伍行不行 可以嘛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处理陆小龙 看他是第一违反法力 还是违反经济 我认为他都没有 讲话不当讲话不当 看你怎么判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够义气的 那怎么处理 当然是他上级在处理啊 你以为话 送办啊 没有的话 讲一讲话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这个陆小龙有言论自由 陆小龙指挥官没有 干指挥官就不能讲这个话 这就是军纪 可能不用到军马审判 前线指挥官可以在金本说 我来发表对霍索业案子的看法 那马主 马防部的指挥官 可不可以发表一下看法 六军团八军团实力团 哪有司令啊 六军团八军团实力团 北中南三大军团 司令说我们也来发表一下看法 如果霍索业被起诉 我们通通通通通不干啊 因为我有荣誉啊 因为我以前 他以前是我的参谋总长啊 那他被起诉他卖官 虽然我不是用买的 我从来不受霍索业提拔 但我觉得很丢脸 所以我要退伍 那司法怎么调查 不要查啦 因为查了很多人要退伍啊 可是一百多个星星 如果要退伍怎么办 那不要查好了 这不是政变啊 我们还要去讨论说 那刚刚胡仲信讲 那我把他倒过来讲 如果现在是蒋经国干总统 我不相信陆小龙敢讲话 你如果现在是蒋经国干总统 这民国七十几年 蒋经国在干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叫金房部司令 金房部司令敢讲话 你试试看 你讲话试试看 当时不要闭了 我告诉你 讲话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言论自由这件事 腿软了嘛 你就看马英九跟陈兆明 软软软软软软软 就没效的 你敢发言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这样子的发言 然后我们必须花时间讨论 说他陆小龙可不可以讲这个话 我感觉很灰心 感觉有自立的地方是在这里 怎么 这个人这样讲话 然后还有人在帮说 这个他讲这样没关系 这样讲可以 这怎么可以 然后我们分析说 这什么理论 然后这是什么法条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免讨论才对 那有人认为陈小龙是对的 那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我认为这是错的 错得离谱 一天不处理 就没有军迹可言 那有什么军迹可言 那改天 改天换 别的司令 别的指挥官 有兵权的人 比如说空降旅旅长 陆战队的司令 当他们也讲话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一样表情说 你的意见 言论自由 尽量讲 尽量讲 军人可以这样讲吗 军人是不能这样讲的 其实陈兆敏到现在为止 在立法院里头 大家问到陆小龙这个事情 他都是蛮低调的方式 会私下的沟通 然后也请这个 军中的其他的这个将领 不要再有这个类似的发言 但是今天火 有点烧到自己身上来了 今天周刊报导 有关于陈兆敏的女婿 是不是有做军火生意 这件事情 今天在立法院里头 民进党立委 是非常强烈的质疑 自己满脸的胡渣 怎么样去刮别人的胡子 陈兆明部长 如果要刮别人的胡子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吗 现在他的女婿 在他上任部长之后 也涉及要做军火的买卖 我们认为 连国防部的部长的亲人 都想在军购 采购上去分一杯羹的话 这个就是现在国防部 军队当中的上行下效 我们认为陈兆敏部长已经不信任 应该立即的下台 当然被这个周刊写出来 这个陈兆敏的女婿 是不是在做军火生意 今天早上周刊一写 包括了陈兆敏本人 跟他的这个女婿 两个人都发了这个声明稿 他的女婿说 他绝对没有涉及任何 国防部军火买卖的案件 那也不曾接触过任何 国防部相关的这个事物 那另外呢 写说他跟另外一个商人合资公司 要开这个跟军火有关的生意 他也说他跟这个人 只是刘志忠这个人 只是一般的朋友 本人有以前在电视公司 任职的时候认识的 那去大陆进修的事情 也是因为离开前一个工作 中间有空档 所以想去大陆进修 后来因为陈兆敏当了国防部长 他认为去大陆进修 去大陆念书呢 是一个不适合的事情 所以才打消这个念头 那他说这两件事情 他的解释是这样 而这位友人刘志忠 今天也接受访问说 他绝对跟军火公司 没有关系 他根本什么都不敢 意思是说曾经有想要叫他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不敢做吗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陈兆敏也发了一个声明稿说 他自律很严 平常都要求家人不得涉及 或是关切任何与国防利益有关的事物 所以等等也是否认相关的这个报道 不过刚才这个有人讲的话蛮有意思 他什么都不敢 这什么意思 波伦 这个很难说很难去揣测 但陈兆敏有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说明说 2000年的三月2000年 刚投票完 陈兆敏你有没有透过李天宇 李天宇是就是跟阿兵很熟 那李天宇他后来干国防部长 因为达政安下台了 所以李天宇是陈兆敏的部署 可是李天宇比陈兆敏早干国防部长 2000年的时候陈兆敏你是不是苦无门路 以当时空军总司令的身份 问李天宇说 想要我们民生东路不知道在台 没有卫星导航可不告诉我陈水扁人家 怎么去 那李天宇有没有带着陈兆敏去见陈水扁人 那就好了 所以今天都别说了 陈兆敏先来面对这个 所以我不去讲陈兆敏的女婿 因为陈兆敏女婿没有在查这个案子 陈兆敏本身 有没有办法去查国防部这个案子 就一个本身我本来就是求 就算没有女婿这件事情的话 他本身适不适合都有问题 你有没有去求官嘛 那你有没有当时去拜托陈水扁 陈水扁那时候都还没上 昨天也有人帮陈兆敏讲话 我听了快吐血了 昨天有台节目有讲说 陈兆敏去跟陈水扁做简报 做什么简报 简报 简报纸还是简报 简报什么 空军总司令要简报什么 我们有几台 F16有几台 换架2000我跟你简报 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呢 2000年三月总统是李登辉 你跟他简报干什么 交接小组的工作 主持人简报不是在民生育所做的 那时候陈水扁当选的时候 的确有些要相关简报去哪里 去国安局做嘛 去官方部做嘛 去横商指挥所 如果没有去抒压的话 可以去横商指挥 你怎么会跑到 你来我家怎么做简报 我们当时有投影机 或者简报 你根本跑到人家家里去干嘛 陈正敏回避 那陈正敏回避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说 你看他女婿这个 我跟你讲 就是标准人家 部队里面 军种之间的爆料 百名的 那一周看这里 一周看那都 所以又是一个派系斗争 同样嘛 自由时报去写江明昏的意思 是一样的嘛 绝对不是自由时报 跑来的新闻 你说我们这个 这赞的 那同样的逻辑 那同样的逻辑 陆小龙什么军的 陆军的 所以是陆军的出来报的了 扩索业现在什么军也是陆军 他会觉得你通通在查陆军啊 会变成这样子啊 那陆军的 当然反弹反弹就说 你陈正敏的女婿在干嘛 干嘛 那陈正敏这个部分 因为陈隋扁是在 高等法院开庭交互结婚的时候 陈隋扁公开讲的嘛 那陈隋扁的书里面 那本书只有你有 那本书里面也有写 关不住的声音 对他写李杰的 那个信里面也有提到 就算跟法务部合并起来查 也不会有结果的啦 到时候一查 我跟妳讲 军总会一看就说 有几个陆军的被扮 几个海军的被扮 在那边算人数这样子 所以什么扮绿不扮 你现在变成 扮这个陆不扮空 扮陆不扮空 也不扮海 不扮海空 陆军的人数本来就最多啦 因为刚才既然 那个一周刊 寫到那个 那个陈正敏的女婿 其实你注意看一下 因为 那个时候这个吴臣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 一个经历是那个 绝色影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那绝色影城那个时候 负责的那个 这个 吴承玲 他其实是那时候在 有曾经介入过 国民党的三中案 中影那一块 他曾经也是当金主嘛 那这个本身 这个人本身是一个 詐欺犯 也是一个詐欺犯 那我见过这个人 他那个时候他们在 他们是 就是后来 中影分两边嘛 一边在巴德路 一边在西门庭这边 那他讲话很大声 他讲话很大声 吴承玲这个人 然后他是 可以指挥现场很多人的 可是这里就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 那个陈兆明你的女婿 你女婿可能是 涉事卫生 可能是不懂事事 可能很好骗 是什么事都不敢 所以被人家找去 当个副总经理 你要反过来想 你何德何能 虽然你是同学 为什么你可以坐那个位置 所以 现在看起来 陈兆明后来 可能发现有问题 所以把他放到官帽 网路公司去 当一个副理 就是让你乖一点 不要再闯祸了 否则 他进开馆 对 否则你可能变成 一个小赵建民 尤其是 国民党执政以后 这个问题 一定会层出不穷 因为所有的商人 一定很会找关系 中国人很相信 有关系 就容易做生意的 另外 你再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是说 陈兆明这个事情 在处理祸首业的状况 跟那个 马英九处理吴伯雄 的东西像不像 都很粗糙 因为你这里面 都涉及到一些 都会涉及到一些 斗争的问题 所以那个事情 要有智慧 否则你什么事情 都查不出来 会一事无成 就现在已经被派系斗争 搞得七婚八素了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电话